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社群七 社群七 一圈小组的一体 我是怎样 没令等 因为我一早我的车子去撞到 心里没有平安 那个蹦的一声打乱了我的心 求主来保守我 好 我开始了 感谢主从2019年信主到现在 我这一路上其实我要很感谢主 还有我的牧者他一路的带领 首先我要祝福我的牧者 待会他的信息 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 一起敞开天上的福库 请福于你们 扩张我们弟兄姐妹的十一奉献 来成就牧者的计划 那上周讲员有提到说 计划对吧 扩张的计划嘛 还有那个 那上周讲员其实有提到 基督徒的生活四大要点 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吗 不记得没关系 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个是亲近主 为神而做 服侍他人传福音 那回首这将近快三年的时间 其实我算是一只还蛮乖的羊 我听话照做蛮多事 什么事呢 第一 读经马拉松 对不对 然后门讯课程 大家上了没 还有主日服事 从白天服事到晚上 还有幸福小组的同工作到服长 还有出信关键事实 该做的我都做了 当中其实最重要也最基本就是十一 刚开始我在做十一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 根本做不到 一句话 真正做不够 可是神很奇妙 在2019年 那个WeChair开始启动 实名制之后 让没有大陆银行账户的我 我就没有办法对大陆清函学生 做一些每个月的助学捐款 他就巧妙地让我每个月 一样有捐款的这个名目 这个心转向了恩宠林良堂 然后捐款的心意不变 只是变了名目变的国度 从大陆变到台湾 那十一其实真的很不难 难就在那个起初愿意的心 其实一旦你say 跟神说 Yes I do 我愿意 神就会开始调动万有 挪去所有的拦阻 来帮助你我成就他喜悦的事 那因为我们的神 是始无变成有的神 是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神 你说对不对啊 Amen 对啊 那其实一开始 我对十一奉献意义不是很懂 所以每个月都有心痛的感觉 就像刚刚我侧被撞到那种心痛的感觉 可是等到我慢慢明白奉献的意义之后 我知道的获财能力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就感谢神所给予我的一切 我只是把他给我的十分之一还给他 那在2020年信主之后的一年 我其实经历了人生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被资浅了 第二就是我母亲过世了 在7月的时候我离开 我工作将近18年的职场 当年的时候公司有20几个人同时被资浅 那很幸运我也在名单当中 但更幸运的是 我在知道我被资浅的同时 我也拿到了新工作 那我的同事说 我的神很爱我耶 让我领到资浅费还有更多的时间 来陪我母亲 而且让我可以很顺利地在新的职场 无缝接轨 我怀着感恩的心 也把这个资浅费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来更新电脑跟视讯设备 那新公司对我这个菜鸟而言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真的很感谢神安排很多的天使 在我的新工作来辅助我 让我在新公司可以屡战屡胜 那新公司在上任 就职一个礼拜之后 我的母亲就过世了 在智商的期间 我弟弟也被资浅了 你说 有没有很惨 一个月当中 姐弟两个先后被资浅 然后告别式之后 我马上就接幸福小组 神很巧妙地透过幸福小组 让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悲伤 他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也修复了我跟弟弟的关系 那幸福小组结束之后 我弟弟也很顺利地找到了新工作 那弟妹跟弟弟也先后受洗 成为基督徒 在第九期 在第九期的幸福小组呢 他们也一起来当同工 一起服侍神 一起服侍人 也结出了一颗果子 感谢主 那回想事情的始末 从我们姐弟两个被资浅 妈妈过世 然后神帮我们两个 都预备了新工作 那弟弟弟妹先后受洗 到我们现在每个礼拜 虽然他们住基隆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在线上 RBG读经祷告 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人的意念 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那我一直觉得 父神真的是一个 很新奇 很得的父亲啊 他马上又给了我一个新的工作 他操练我去关心生病的人 在2020年的一个早上 七点左右 很早很早 我突然收到了一个讯息 是我的前通事给我的 他说阿姐我生病了 而且是很严重的病 因为他得了癌症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讯息给我 但是在过程当中 我很感谢碧莲姐妹的帮忙 帮助我让他认识了神 也接近了神 在第九七幸福小组 他也受邀请了我的小组 来分享他抗癌 还有经历神的经过 那在去年的12月26 他也受洗成为 在台北受洗成为基督徒 十一真的是一条 带祝福的允许 他帮助我 获得了有型的财务跟工作 也帮助我赢得了五行的祝福 恢复了我跟朋友 弟弟之间的关系 更帮助我成为别人祝福 我将这一切的祝福 献给爱我们的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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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